4月15日,惠君直通车999公益计划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此次活动由惠君工程、西浪公益、百度公益联合倡议扎起。 开国元勋身边工作人员、陆海空各军兵种代表、国家电商扶贫代表,及社会各界中军爱惜人士近百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今年,中国建七周年,人民海军、人民空军成立七十周年,为积极适应国家军民融合、拥军强军发展的新形式,推动惠君工程向更宽广的领域,更深入的层次发展。 像英雄的人民军队和广大县,退役军人致敬。 社会多方联合启动惠君直通车。 旨在通过创新互联网加拥军模式,为军人家庭提供拥军文化宣传、就业创业支持、日常生活产品、金融保险服务等有针对性、特殊优惠的专属产品和服务。 让军人感受社会尊崇。 增强军人一朝从军中生荣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为营造全社会拥军惠君的浓厚氛围,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凝聚强军共识共卫作出积极贡献。 启动仪式上,多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先后从各自的角度,介绍了发起惠君直通车的初衷。 并纷纷表示,将匹配最好的机构资源,将佣军惠君落到实处。 随后,来自部队工艺帮服典型代表、电商服品代表陋南城县,分别从军地工艺协作、军地精准服品等维度, 发表了参与惠君直通车项目的愿望与期待。活动现场开启惠君直通车的大幕。 惠君直通车同时发布了999公益计划,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999个老兵家庭。 常年为他们提供由民族品牌企业捐赠的米、面、粮、油、奶等日常生活物资,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提高生活品质,让老兵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在全社会形成佣军优属新风上。 同时,惠君直通车也呼吁更多的军人家庭和社会各界的爱国佣军人士,给予民族品牌企业更多的拥戴和支持,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让他们推出更好的惠君专属产品和扩大999公益计划的受益人群。 惠君直通车的启动,将社会化佣军从三个维度进行了直通创新。 一是政策层面的直通,国家出台了很多的佣军政策。 惠君直通车将以各个国家政策,落地到务实的佣军举措上,实现了政策到落地的直通,爱事供给与需求的直通。 我们有很多的社会机构和爱心企业想佣军。 惠君直通车则实现了企业佣军与军人家庭需求的对接直通,从里面良游到就业创业。 所有生活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得到了有效的匹配。 三是服务形式的直通。 惠君直通车基于互联网家的服务模式,由北京惠君科技提供技术支持, 让所有的佣军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触手可及。 大大提高了佣军惠君的副概念和效率。 此外,公益计划还将开展精准扶贫,将在全国领选100个贫困县。 在惠君直通车上,开辟电商扶贫专区。 隆南城县,被确定为首家惠君扶贫计划合作县。 让当地的特色产品,能展现在更多的军人家庭面前。 从而带动销售,解决脱贫问题。 尼光辉李隆一,5月15日。 普京表示,在2027年前,俄军将采购76架第五代战机,苏-57。 国防部很快将签订一份正式的购买合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5日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国防部需要采购76架苏-57战斗机。 普京说,俄2027年前,国家军被计划要求为俄军采购16架苏-57, 但得益于各方的努力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军方与生产厂家商定把采购数量提高到76架。 相关合同将于近期签署。 他强调,必须在2028年之前,让空天军的三个航空团,完全换装苏-57。 报道称,普京指出,苏-57战斗机,拥有世界领先的性能。 他同时说,我希望近期就能就76架这样的战斗机,签署供货合同。 过去五年来,俄军共接装了1000多架经升级改造的飞机和直升机。 他补说,俄空军目前共有3000多架航空器, 65%都是现代机型。 苏-57是俄罗斯自行研制的第五代战斗机。 此前的项目代号为T-50。 具有超音速巡航、高度引行、超级机动性等特点。 2018年8月,俄国防部签署了在2020年前接收两架苏-57的合同。 第一架苏-57将于今年交付部队。 5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前往阿赫图宾斯克的国防部国家试飞中心进行视察时。 六架苏-57战斗机为其专机护航。 环球网军事1月2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2日报道。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发布的声明中称, 21日,阿富汗中部瓦尔达克省军事基地发生爆炸,造成36人死亡。 58人受伤。 此前,路透社援引阿富汗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 阿富汗中部瓦尔达克省的一个军事基地,高度塔利班激进运动袭击,造成120多名阿安全部队成员丧生。 阿富汗国防部官员说,据我们掌握的消息,发生在军事训练中心的爆炸,造成126人死亡。 但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最新的声明中说,昨天的袭击造成36人死亡,58人受伤。 此前有报道称,塔利班袭击了阿富汗特工部门,在中部瓦尔达克省的基地。 据多罗努电视台报道,三名袭击者被消灭,第四名在汽车中引爆了炸弹。 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记者周润健,在天津市近海区东南部,静静地坐落着一个叫刘祥庄村的美丽村庄。 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街道,洋气的楼房,处处是一幅幅幸福美丽的新画眷。 刘祥庄村隶属蔡公庄镇,是董建民烈士的家乡。 他在这里出生,求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 董建民,女。 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京海县,金属天津市,1939年春。 16岁的董建民在他的叔父,中共地下党员董秋思的引导下,与两个姐姐一起渡海门下,辗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董建民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机要员。 1942年,他和在基要科一起工作,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共产党员终其结婚。 在喜庆的日子里,他俩发誓,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能泄露党的机密。 是与密码共存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建民和中其夫妇,被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局工作。 1946年,他们带着刚刚两岁的孩子,化妆乘船由海陆京大连赴东北。 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军舰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董建民,中其夫妇,冷静地分析了险恶处境,迅速做出了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绝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